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到了SKY時事話的時間 大家看我的背景都知道 我現在是廣州的 人在廣州,但也要繼續做節目 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 郭泰的兩個空巢 和郭泰之間 互相有推卸責任 那件事究竟是哪邊的問題呢 其實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兩邊都有非常大的責任 沒有他們 就沒有第五波 沒有第五波,現在第六波就更加不會來 我也知道林鄭政府那時候是用躺平的手法 而這件事 就逐漸要水落石出 跟大家探討一下 這件事 究竟是為什麼呢 SKY跟我說她很生氣 在節目開始的時候,我也要多謝大家 因為我的現在收入 開始回復了一點正常 但比以前 是要出力更多 可能因為經濟不好 所以廣告商的投入也少了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 可能郵管有些方式覺得我們 做得不好 所以有這樣做 第三就是自己的節目 最重要的 節目不夠精彩 所以就少人看 我現在通常 要一個月 過100萬這個數 即觀看量 過100萬這個數 我才會有之前的收入 之前的時候 我就80多萬就OK了 但現在就要很多 所以就很多 大家一直支持 現在就 我自己的節目 會盡量做好一點 先不要把責任負 在其他人身上 先看回自己 如果節目做得更加好的話 更加精彩的話 大家應該會看得更加開心 以及 了解得更加多的國際事 或者香港事 所以在這裡 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尤其是很多 我的鐵粉 一直在看完廣告 這方面很感恩的 亦都要感謝 各位嘉賓 特別是SKY 每天 跟我討論很多 有關資訊的事 以及有什麼新聞 是跟大家討論的 我收到很多網友的留言 SKY 就說得很對 尤其是 對於 葉劉淑儀的問題 是 深入淺出 很令到大家知道 這個問題 在哪裡 所以今天 繼續請SKY 跟大家說一說 國泰空少 有什麼看法 SKY 我想說我今天是很生氣的 我看到這件事 為什麼我會很生氣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是怎麼發生的 即是大家 他現在是違反了這個抗疫令 走了出去又買東西又吃飯 又去這裏去那裏 還要說到是必須要去的 大哥 你現在是在防疫的 其實你竟然可以這樣 可以走了出去 這麼不負責任 你知不知道你們的這樣走出去 說去這些地方 一定要很緊張要去的 你想問你累了多少人 即是當日我有朋友的家人 是因為 那個群組裡面過世的 即是我很難過 所以我一直都在注視這件事 什麼時候出 也有很多網友是很生氣的 即是說不追究國派 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追究他們 我就是覺得要追究 所以現在這兩個人還在拼詞狡辯 你還生氣的 你聽到 大哥你發生了這麼大件事 我沒想過第五波影響了多大 我們怎麼會這麼慘啊 現在我們用這樣 現在 全部都是因為這兩個人的不負責任 做人到現在 看到他累了這麼多人 依然 不知悔改 這種人呢 我真的覺得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他 加上另外 那些辯護律師 還有國泰那邊 他竟然說到 有些事情 他是不是很指名這樣做 不准做這些 但是可以出去吃飯 我們公司又這樣說 專門又說不理解公司的條款是怎麼樣的 你都說了 如果公司的條款是這麼不好的話 即是你這間公司都有問題 是吧 喂 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還會發生這些事情呢 這麼荒謬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覺得 可能大家會覺得 我說這個西線不是這麼好 不要緊 但是 必須要為大家發聲 今時今日全香港人 都要看著這兩個人 因為這兩個人 我們建成這樣的 不要將這些贊任推給別人 不要推給其他人 其他無關事的任何事 始作勇者 就是你倆其友仔 我現在先平靜 交票帶去上 其實黃毓龍 和劉樂雲 其實他們作工的 內容都很令人憤怒 例如 黃毓龍 他說 有責任在熟悉法例下 醫學監察的要求 即是反港之後 第三天要進行核酸檢測 還有在未有陰性結果前要留在家 但是他認為 探訪朋友是屬於獲豁免的 每日必須活動 厲害啊你 好 好 這句說話 抵抵所有的香港人 覺得你在大放缺詞 這個真是抵抵 非常之抵抵 你既然這樣說 每日必須活動 因為你說在疫情爆發初期 公司開始解僱員工 他正面臨情緒的低潮 和朋友見面 對他的身心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他重申 郭泰曾經發電郵 提及機組人員 在醫學監察期間 可以外出探訪朋友 為這一宗堅定留 大家要留意 是堅定留的 如果堅定的話 那拜託 你郭泰還要接受港府的資助 再接他就算啦 你說可以外出探訪群友 所以因此事發當日 外出買食物 順便探訪朋友 被告否認 案發前 本港社區 連續多個月的本地零確診 令到他降低警覺姓王 又否認自己事後被葛泰解僱 是因為違反指引 你為何被葛泰解僱呢 這一宗就要考慮了 這位王毓龍 現在45歲 是無業的 本來是馬來西亞籍的 本來是馬來西亞籍的 本來是因為這件事 所以 令到第五波爆發 大家也知道 這個望月樓的群組 都是因為這兩位空少的原因 另一位 是 劉諾雲 44歲 現在沒有職業 是中國籍 兩個人同時被控兩項 相當控罪 事報日期為去年 12月25日和12月27日 他們違反這個規定 會不會受到多重罰呢 相信都是不會的 我自己覺得 大家不需要失望 是真的不會的 因為你看現在整個防疫條例 你監禁 再加上罰款 其實有多重 但是他來了香港 發生什麼事呢 大家可以看到 去年12月底的時候 我又預備回香港 我又預備回香港 然後又預備回內地 因為兒子要讀書 其實整體 在一個擔驚受怕之下 是 面對疫情的 所以我就很快 初四就走了 當時的香港 每天 是數以萬單計 我記得的時候 都有去到五萬多單 數字是幾何級數的 非常得人的 跟你這兩個人沒有關係 不是吧 我們現在真的想看清楚 你的樣子是怎樣 你究竟 會不會負責任 以及 你會覺得 對香港人很抱歉呢 好像 段崇智一樣 對不起 沒有說一句 覺得 我自己個人的 要求是這樣的 沒有問題 我沒有犯到 公司對我的要求 他所說 這一點我覺得是荒謬絕能的 你難道不知道 整個新冠疫情的 感染能力是非常之高的嗎 你短短的幾天 你都熬不到 那你何必要上班 是不是 你都可以說 很多時候我忍不住 所以做任何事情 你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還有這件事 是令到香港 香港 有數以千計 接殯九千的人 因為你們兩位 而離世 而令到香港受到第五波疫情 非常嚴峻的影響 這件事 我們用哪個計算 難道我們說 喂 這個是不幸事件來的 不關我的事 你沒有辦法把責任推到我身上 就是因為你不守規矩 這個是最嚴重的 罰你幾皮事件 監禁你幾個月 算是小事 是不是 Sky 是 是 是 我但是我真的很想 希望 定入這個法例 這樣的罪行 應該要用重點去罰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無毫無阻嚇作用 之餘 還可以這樣被人妻子搞變 喂大哥 你真是國泰 如果真是國泰這件這樣的事 原來他的守則裏面 所說的理論 可以凌駕到法律 或者凌駕到政府的防疫令 哇 你真是領不起了 我戴維sir說 厲害了 真是無法頂 所以 怪不得你是 你之前這麼多人回答 就是你連員工說話 我想問一下 都不知道是不是那些老闆 說話是這樣 連員工都會跟你說的 你相似的 互相拖來拖去 就得到 之前說林鄭吵過你 之後有什麼結果 沒有啊 有什麼結果 有沒有佛國泰呢 沒有啊 沒有啊 但是這傢伙 周董來你播毒 又說不認啊 可以 哇 大哥還誠成世界的 對啊 我現在就是要追回你 喂 這麼久了這件事 都等到今天 現在出來 還要再審 暫時現在你是保釋的 我很希望快點有些法例出來 解決了這個問題 因為我現在都覺得有些人在不停在播毒 昨天是不是有人 吐口水向警察 嗯 嗯 就是這件事你想想 這麼恐怖的 那些人是 你知不知道在外國如果是傳染病呢 這些可以半終身監禁的 是因為你危害別人生命的嘛 所以我覺得香港這種法例 就是這樣控告他 是我們沒有這個法例 如果我們不斷以後怎麼保障 很難說的嘛 是不是才病的東西 怎麼保障 將來我不是你有這個病 偶爾有一些 風土病 什麼病也好 如果他是明知有的 他知道自己的 喂 你不要說 哎呀 我不知道 他有聲咳 喂 你是知道的嘛 你是在放液的嘛 你現在進去 你回來了 你隔離不准出去的嘛 你不讓你出去 還要出去吃飯 很離譜的 這件事已經 這件事要脫下口罩的嘛 你不要經常說謊 不然這樣 怎麼跟你接觸過所有人 你說不要脫下口罩 接觸過所有人藥房呢 人家中了 你去過哪裏 惹去哪裏 你的菌多厲害啊 你現在可以說一些 這麼不負責的說話 好厲害啊 真是 該你們兩個沒什麼做了 沒辦法 誰會請你呢 做人這樣的 可以這樣做事 不用聽法律的 那不用立了這些事 那個官員就說得對 是啊 我覺得你們這樣說不合理 如果是這樣 還需要立法嗎 是啊 國官說還需要立法嗎 按你的指引就行了 因為要自動自覺的嘛 如果自動自覺 那需要立法嗎 你還可以說 我還不知道 還要說 不知道 那我想問 你知不知道殺人起坐牢嗎 你說不知道 看下官員是否進來 好嗎 現在政府 加強了防疫的懲責 拒絕隔離 隨時判囚半年 違反強制檢疫規定 又會被罰25000元 不遵守口罩令 亦會有罰則 那麼我們看到 這些罰則 簡直是隔鄉拗痕 就是不用說了 怎麼會有人害怕呢 如果你罰的時候 內地 即我跟大家說過 內地有些法例 就是說 如果違反抗疫的指令 又或者抬高物價 那你的時候 所罰的金錢 是數以十萬計 或者是過百萬的 這些就收到阻嚇作用了 不是為了 你要罰你 你犯了法 要罰你 小情大戒 而是真的要達到那個阻嚇性 這樣才是最重要的 還有 你的做法 是令到 其他人的生命受到損害 甚至有人死 那你說 你就算坐牢六個月 那有什麼用 有什麼用呢 人命 好像很不重要啊 這件事我們是要思考的 還有 Sky 剛才說得很正確的 如果你覺得 你自己真是 沒有錯的話 很簡單 你就給大家看看 留在香港 看看香港市民會如何面對你 會不會又對你做出 這些不禮貌的動作呢 我就不知道 就是剛才說 有些人 特意向警方吐口水 是不是 那這些有必要嗎 我覺得沒必要這樣做 但是 你們這班人 究竟如何面對自己一些 很嚴肅的問題呢 什麼叫做智商呢 我們香港人 不是要陪你一起加智商稅 而且這個智商稅 是跟人命有關係的 但是我們看到現在特區政府 真的要加把勁了 你再不加把勁呢 我真的不知道我什麼時候可以看到 香港真正是撥亂反正 不用說由自及興 只是撥亂反正我都看不到 我都覺得很擔心 疫情的問題 我暫時還沒看到 有什麼新的進展 可以令到香港市民 是很放心的 紅黃馬 是沒錯 是有的 但是 我都說是閹割板 其實沒有意思 另外一件事 你跟內地通關 你怎麼做呢 盧寵茂醫生出來說 現在 感染率已經到了 1.0多了 即是說疫情的傳播率沒那麼厲害 可見的將來之下 都應該會和緩 我當然希望 但是和緩的話 是不是會有些動作 開始要做呢 你又想11月開關 不是開內關 而是通外關 那你有什麼特別的措施 可以令到香港市民放心 怎樣令到傳播鏈頭找到出來呢 我很想知道 我覺得 郭泰這件事可以給大家一個反省 反省是什麼呢 就是 世界上高 尤其是香港的 這些人是不少的 為了自己的方便 自己喜歡怎樣就怎樣 完全沒有 一些 公共利益的思想 半點都沒有 根本就是自私自利 那有用嗎 你這樣的法則有用嗎 我完全不覺得有用 這個是自己的看法 交給Sky 加強法則呢 還有重新檢視一下這些這樣的事例呢 我認為之前是沒有一些很嚴重的法則 因為沒有想過 可能政府之前沒有想過 兩個人可以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還是怎樣呢 法律是過時的 我覺得很多法律都應該要與時定制 很多要貼備 是嗎 還用回以前那一套 現在有流行病啊 大佬 全球性的 就是大家都沒有想 為什麼我們內地動態清雲呢 因為知道會回來又會去的 是會有浮動的 這個東西沒有一個國家敢保證 它這個地方一以後沒有的 沒有可能 有機會翻煙的 但是翻煙的期間不重要 如果你有措施 就立刻圍了 如果你學到內地這一套呢 你這個地方就有活力了 有山洞了 這個叫做動態清零了 他們不明白 就不做嗎 我就覺得不行了 難道是丹超零聽到呢 在這些事件引致到這樣的話呢 就不需要同樣的政處商量一下 在這個防疫條例裡面呢 不是普通說我沒有戴口罩這樣的東西 是這個 簡直是 違反抗疫來的 整個過程裡面重要的大堆 全部不應該做事都做齊了 又說會令到你開心 心心的心態 我說大哥 這樣也可以 我覺得這些上界政府 沒有人動的 你只要看一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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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當你不知道了 麻煩今天政府聽到的話 所以這件事情 你把刑事案都可以 其實在外國 真的我說過了 因為你明知道你有病 不如你說這個Ace 也是一樣的 我明知道那個人有欺負你 真的坐得很重的 你僅存謀殺的 是嗎 雖然你說Ace死人 你以為這個不會死人呢 一樣會而已 如果你不立例 怎知道將來會有一個老婆惹了人 然後自己上街 啊 然後告訴你 是啊到時惹了人 是啊 原來我錯過幾個月就可以了 怎麼可以啊大哥 所以我現在所有事情都要說了 我都要罵警方 我都說我不會幫哪一個人 哪一人錯我就說哪一人 你的確是做得不夠 麻煩你考慮一下想想 再給我們多一些東西看一下 麻煩你做好一點 現在你還沒說 OK 你最好 希望趕快點去說 做好了才說 不好就還沒做好 就找些人趕快點出來的廢話 這件事麻煩你們做好 是啊 這個是市民的聲音 我今天是一個市民 我什麼時候都是一個市民 是啊 再給大家 總之一句說完 現在我就越來越看到很多朋友 即我們的網友 對李家超政府不滿 我自己覺得他需要改善的地方 真的太多了 我是很有期望的 我是希望他做得好的 這一點大家都認同的 不要令我們香港市民失望 你現在已經過了45天 距離你的100天很快 你有沒有什麼實際的效果 可以做到出來呢 政府雖然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一個怪物 恕我這樣說 因為葉劉淑儀 段崇智的問題 政府官員的問題 還有一班AO的問題 我知道特區政府現在是不夠人的 也有很多的職位是空缺 也要找人回來填補空位 要接手 不簡單 包括醫療系統 包括社工系統 包括老師 所有的職位 其實真的少了很多 特區政府知道 面對的現實 這班人會不會回來呢 不知道 老老實實說 不需要粉飾太平 我始終覺得 是有問題 就有問題 我們面對的問題 去解決它 怎樣令到香港解決問題呢 說清楚給香港市民知道 面對的困境 是甚麼困境 我們將要怎樣做 這是很實在的 這是我自己看到的方法 無論到最後 國泰要負責 還是國泰的員工要負責 永遠受的都是香港人 特區政府要了解 不要因為一些 很無聊的政治問題 或者令到大家覺得 香港很有希望 所以去做 你面對自己的困境 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裏 就可以了 一切按照事實去說 這樣就可以了 好 今天我們和Sky 談的時間就到此為止 因為真的還有很多事情 要和大家討論 但是 大家知道 我現在人在途中 盡量抽時間和大家做節目 好嗎 今天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 多謝Sky 拜拜 拜拜